书彧 你在干什么 你好好准备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岳清洲 请坐 你坐 请坐一下自我接受 我 那个 我 我叫 岳清洲 你说他作为一个男的 不想着怎么好好自己努力奋斗 竟想着走捷径 他以为您是 以为我是什么 这都是误会 他以为您是乐乐的舅舅 所以就甩着郑小姐 跟乐乐在一起了 那你之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我 我加入云创之后 会在自己的岗位上 实现自我价值 在想你啊 明创的专题还继续吗 当然要继续啊 周末也准备加班加点 周末时总要加班吗 不知道我有没有一个 争取表现的机会啊 嗯 我来了 我来了 我隐形了吗 我隐形了吗 去那边走 哦 的 说来加班 还真的就是来加班啊 订两专电影票 那要包场吗 不用 要最近时间短的 好的 等下就把信息发到您手机场 看不看电影了 不急 先看看你 你到底在看我什么 看看这个电影值不值得我浪费两个小时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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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燕哥哥 你也来看电影啊 菲尤娜 你怎么这么久不来找我啊 电影开始了 走吧 佛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等我洗完了这顿了 咱们去节目 好 你吃不明白吗 不吃 石燕哥哥 我们要点饮料 你们喝什么 不用了 谢谢 我们吃一个吧 不吃 吃一个吧 吃一个吧 我们吃一个吧 吃一个吧 我要结婚了 记得来参加 我要结婚了 这女主可真狠啊 转条她事业上升关键期 给她发清帖 是挺狠 就是 应该缓一缓 什么 等满月酒才请她 但我觉得 女人不狠就不稳 你帮我拿一下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你帮我拿一下 去前面等你 你帮我拿一下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嗯 刚刚跟你一起来的 那位小姐呢 她上洗手间去了 她很漂亮啊 嗯 确实很漂亮 对了 我预定了晚餐 要一起吗 不用了 她 比较爬身 是吧 我也觉得 这种电影不是坑人吗 对啊 好无聊啊 下次拜拜不看了 拜拜 拜拜 好一个怕神的女子 亲爱的 总是这么巧能遇见 这次总得给我介绍一下 这位小姐了吧 这位是菲尔娜 郑舒义 财经界的记者 你好啊 郑记者 菲尔娜 你好 菲尔娜 餐厅订好了 先去吃饭吧 回到见面再聊 嗯 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今天天气真好 你又要干吗 我不想坐车 你陪我走一会儿嘛 安家 我这是把我的天然认为 你又要去看一位 我不是自己的 要去地区啊 我也去看这些 谁拍我 我 tm 我突然又想坐车了 刚刚那一幕是美到他了吗 但是这大庭广众的 这么拥吻不太好吧 会带坏小孩子吧 有时候男人情不自禁的侵略性 真令人发愁 干吗 以为我要吻你了 对啊 不行吗 我可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 接吻你的喜欢 早知道刚才就唱这 不去不闹 却沾得嘴角 不早不晚 等一个拥抱 不知不觉 也熟悉了你的味道 不烂不热 很温的依靠 不声不响 控制了不掉 明天一起吃饭怎么样 不 这距离刚刚好 这距离刚刚好 加倍艾特羊奶粉 吸收好营养更好 全球羊奶领军者 羊奶粉 我只选加倍艾特 加倍艾特邀您继续收看 软心曲奇 就选沙布雷 沙布雷 沙布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书衣 最近还好吗 你拿我手机 你该不会觉得 我对他们有什么保护的 那倒是没有 我是觉得全世界很难的 都对你有意思 我绝对没有 你要是这么觉得呢 我也没办 怎么听起来 我像个渣女 笑什么呀 没什么 反正我跟他们 就是普通朋友 若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悲 你说的跟觉慧一样 我那天就是去买行李箱 正好遇到了 顺便吃个饭 买行李箱干什么 我那几天肝肠寸断 准备离开这个令我伤心欲绝的地方 去别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 去多久 待几天 我说我要换个别的城市重新生活 你有没有再听我说话 没意思 除差 一个采访任务 但去都去了 顺便再做一下资料收集 怎么着也得去八九十天吧 什么时候去啊 跟对方联系好了 随时可以去 一个人吗 不知道我还能跟谁 酒店航班信息发给我 好 许晗温暖就是深情宽宽 我跟御游就是普通朋友 比普通话还要普通的朋友 我与其在这里想象 我跟她有什么 你不如担心一下小月吧 她才是蠢蠢欲动那一个 我想象力没那么丰富 也没那么闲 你就这么不管你外甥女了 你还真以为我们家 出个小傻子啊 她 金得很 施总 陈总说今天的会要取消 为什么 陈总说他那边出了点问题 再具体的就没再说了 好 去准备点咖啡 我们去乐安 好的 施总 辛苦 谢谢 辛苦 施总 我们的会不是取消了吗 您这是 大家最近都辛苦了 我来给大家送点咖啡 提提神打打气 谢谢施总 谢谢施总 云创是不会放弃乐安的 你也要加油啊 谢谢施总 现在乐安人心涣散 士气低落 我感觉也是 有点力不从心 陈康 只有清醒坚毅的管理者 才能稳定军心 我相信只要有你在 刘安一定可以度过这次难关的 可是 实验室一直是按照 布鲁斯制定的节奏在工作 他在技术方面 确实可以带领大家 短时间内 我们很难找到代替他的人 你也是从技术岗位做起来的呀 团队很信任你 我不行的 这几年 我把精力都放在了管理上 已经很久都没有再研发第一线了 但你是乐安的灵魂 你不能逃避 车到山前必有路 解铃还需洗铃员 施总 如果乐安失败了 是不是 会给你添很大的麻烦 胜败乃兵家常识 云创和乐安都还年轻 会跌倒 但绝对不应该害怕跌倒 我明白了 放心吧 施总 我一定会带领乐安 我一定会带领乐安 重振旗鼓的 嗯 我明白了 放心吧 施总 我一定会带领乐安 重振旗鼓的 看起来 词 可切 我去招ros 我都能给你带领乐安 你都知道我 书姨 我后天有个会 不能送你了 我让老范送你去机场 生气了 仙女 小仙女 别生气了 去哪儿啊 这就没耐心了 我去给仙女煮面吃 跟主编说了吗 什么时候的飞机啊 明天上午 书姨姐 蓝姐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早就想回来了 我都想死你们了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要投入工作了 这可不像是 你说出来的话呀 回来得正好 正好有个工作 什么 跟我一起出差 收到 好 二位 请坐 二位 请坐 罗总您好 我是财经界记者郑舒逸 这位是实习记者 秦石渊 两位好 正记者啊 就要纳明哦 哪里哪里 那罗总我们开始吧 嗯 罗总您作为一名成功的海归人士 能不能给还在徘徊的游子们 一些实际建议呢 嗯 其实我的建议很简单 就是放眼四海 不忘初心 嗯 好了 怎么样 好看吗 真好看 嗯 可以啊 诶 淑姐 你拍了招呼 发射浪费资源啊 发给谁啊 嗯 工作完成了 嗯 出乎意料地顺利 收房者很精彩 既然完成了 怎么还不回来 我第一次来琼海 诗意真的好美啊 还有晓月可以帮我拍照 真想请两天假好好玩一下 舒逸 嗯 嗯 舒逸 不知江辰远 史嘉小言忘川言 但我更想你 你啊 我这次都给你了 然后再帮你了 做了 你了 就几乎了 行了 你不用解释了 我也不为难你 你自己去找人事 办理离职手续吧 虹哥 我 喂 大伙儿呢 瞧什么瞧啊 徐荣 姓赵 这是什么 书彧 书彧 月星舟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当着我的面 在看郑书彧的照片 用不着你管 月星舟 我才是你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知道我为了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要换车 我让我爸妈给你买 你想要去云创我帮你找人脉 你没有良心啊 没有什么用啊 你就是个骗子 你害我失去了书彧 我现在连工作也没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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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好吗 我真心地爱过你 你有爱过我 有爱过郑书彧吗 你没有 你最爱的只有钱跟前途 谁能给你这些你就爱谁 你发现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 又想起郑书彧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你 你走 你走啊 你看郑书彧会不会搭理你 他现在在实验的身边 看都不会看你 更别说回到你身边了 除了我没有人会要你 这 好 的 我 师总 师总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的男 应该是我前男友 他还惦记得郑舒逸 您知道吗 我知道怎么样 不知道又怎么样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 我这个人性格不是很好 很自我 你如果在上赶着找我的不同会 那我就替郑舒逸把薪酬旧账 跟你一起孙亲 能听懂吗 师总走不开 让我来接二位 不用了 范师傅 那你怎么回去啊 天机不会泄露 晓月 玉云 再来一圈 祝你回来了 想你了 好 我们回家 麻烦你了 范师傅 不麻烦 应该的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走了 拜拜 对不起 好 这个事 好 哇 哇 啊 各位辛苦了 各位辛苦了 施总 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乐安这次 到底能不能渡过难关 但您是乐安的恩人 是我的朋友 这一点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出现问题 我们就解决问题 我还是很相信乐安 很相信大家的 我敬大家 谢谢师傅 我们来接受理 已经把郑小姐送回家了 不过我看见她前男友 好像在她家门口鬼鬼祟祟的 各位 适配一下 这 这 这怎么走呀 这是干嘛 初一 初一 你想干嘛 我告诉你 月新洲 你这叫私闯民宅 我可以报警的 初一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要忏悔 麻烦你去别地儿行吗 我这里不是垃圾回收站 你放开 初一 难道你真的对我 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对不起你 遇上你 是命令的去动 而爱上你 是我故意顺从的欲梦 只有你 让我无所失踪 是敲动了枷锁 却舍不得逃脱 总模糊到情人的面容 我才看 看你被我牵得亲密一乱 都发另外的样子 等我回来 那要走了吗 舍不得我走啊 我只想把它进去 你怎么我要睡觉 别睡 等我 也别给莫先生开门 听到了吗 知道了 那我们快走吧 别再出现在他面前 可以吗 我们 早就已经结束了 你如果还有什么想法 最好及时打消 你如果还有什么想法 你如果还有什么想法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纠缠他 我真不保证 我会做点什么 自己滚 别让我帮你 我真不保证 我会做点什么 自己滚 别让我帮你 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来的路上出了点意外 来晚了 您可不可以 别投诉啊 没事 太感谢您了 要不我给您发个红包吧 我 我来晚了 您还给我发红包 不回事个傻了吧 您用餐一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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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干吗 你不会跟实验在一起呢吧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见色望有呢 他刚走 我以前那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你够了 我不想听 死浩子还真被你这个瞎猫给遇上了 你说谁死浩子 说谁瞎猫呢 说谁谁知道 你今天晚上不是刚从琼海回来吗 你刚才干什么的呀 刚才 你说呀 你说呀 不是吧 张淑义 你了不得呀 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我们就只是 接 接吻 你懂吗 接吻 行吧 就没后续了 人家也很忙的 你中途出时间来找我 早知道他这么容易就原谅你了 真担心有什么气啊 别睡 等我 别睡 等我 想去你心里 想去你心里 怎么了 你是我谁啊 就要进我家 我 是你房东 这 这片小区 也是他的产业吗 你不是要去我心里吗 你不是要去我心里吗 你到底喝了多少 没多少 要是一点也不见我 有点 醉了 有点 听人说 长期戴眼镜的人 不喜欢别人碰他眼睛 要是摘掉眼镜 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没问题 我就是想看看 呢 你可以看见 在这些案子 都不有限量 但是要不必要 我就是想看看 摘掉眼镜 还看不看得清 能看得清你就可以 这男人喝多了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 明天醒酒了 你还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今天发生什么了 叫我宝贝 叫我宝贝 宝贝 你明天真的会记得 今天说过的话吗 会不会醒来 又变成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冷冰冰的样子 你不也喜欢吗 我不管 你要是明天不认证 我就写文章 曝光你识乱中气 嗯 那就留个证据 你说 你 天旧是真一句 留着 再抱一会儿 你不用混乱 我愿意 舒服吗 我去给你弄点醒酒的 你不用担心 只是喜欢想你 只是多了一点点 一点点转由于 你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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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哦 学来